这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星光保全熊耀国窃走金库三亿元案 其实这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 这嫌犯逃亡了十多年 已经超过了窃盗追诉权的时效 所以现在确定嫌犯不起诉 这一起案子就这样子画下据点 当然也成了一起悬案了